第六题关于氧化钙与水所进行的反应类型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前面的叙述告诉我们说跟水产生反应会吃到热腾腾的火锅 所以显然这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而我们的氧化钙加上水上课的时候说过氧化钙加水会变成氢氧化钙 我们看它产生新物质所以它是一个化学变化 因此我们的氧化钙与水进行的反应类型是一个放热的化学变化 所以第六题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放热的化学变化